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第三讲是对孩子升学前景的支持和建议 也就是说你这个孩子将来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达到上大学或者上职业学校的可能性 我们讲第一个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说 你第一个是考虑自己孩子有没有继续上学的意愿 是不是跟家里或者学校的意见一致 然后我们讲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出来呢 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大了 到高中时候他应该接近存人了 那么很多事情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要调整好 要很多事情要多听他们的意见 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意愿去强加于他身上去 对吧 如果他不愿意升学 那么大家要好好商量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理由 什么情况 大家能不能够在改变 互相之间可以商量 可以协调一下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在很多讲座当中也讲到 这个自闭症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 你跟父母的关系之间 要进行一定的改变 大家要把他当成大人 要考虑到他的难处 要考虑他的意愿 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说 我这个孩子还能不能继续上学呢 因为很多情况下是我们是新移民的话 没有在美国读小学中学高中这些经历 我们一般最多也是读研究院 那么高中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很多人没有这个学生体会 那么对我们来讲说 你要判断这个孩子高中 将来能不能上大学呢 我现在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 他在高中时候能不能自己独立完成 因为美国的高中就跟大学一样 每堂课有不同的教师 每个每级课的老师 不只是作业 他有各种方式 有的是上网的 有的是给你黑板上给你写下 有的发一个什么讲义之类的东西 各个情况都不一样 那么你作为一个自闭症补习的孩子 第一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教室 对吧 每天的教室要不同的换呀换来换去 而且一个中学都是几百个上千个 几千个学生一到下课的时候 熙熙攘攘的 你如果你连教授都找不到 那你迟到你何必 你根本就没上课去 对不对 第一个第二个叫自己要听起来 你所有的这些老师的安排 没有帮你做 都自己要听讲个内容 自己要把这个老师的要求 作业什么记下来 自己要知道什么时候教 自己要知道教的怎么样的方式 教对不对 这方面要搞定 那么这方面东西是很多 从大陆来的中国学生到美国来 一开始总会和你一套困难 因为在中国的话 很多学校它都是以期末考试 期中考期末考试成绩为主 那你要是考试考过了 那就没问题了 平时的作业 它可能有的人就不教育 有的不就上课 到美国就不一样 因为到美国的大学的话 成绩它是百分比的 对吧 比方说30%是平时成绩 30%是考试成绩 30%还有这些回家作业 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么你作业没有教什么东西 即使你最后考试通过了 你可能还是不及格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在美国中学当中 从中开始中学当中养成的这个习惯 如果你这个做不到的话 你这个做不到的话 那么对你将来能不能上大学 能力就非常非常的可疑 OK 就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不大显示 对吧 那么有的人高中时候 还有Para Para Professional 我们叫的助理 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它帮你是怎么样程度 有些到高中时候 有些助理可能就是下课时候 功课辅导你一下 对不对 有些可能还是全面辅助的 从上课带你到教室 到你帮你记下回家作业 最后帮助你完成一大堆东西 这就要看 就看你如果有Para Professional 帮你的话 要看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反正他们帮你程度越高 那么你将来上大学的可能性就越低 因为你来高中时候都需要辅导的话 大学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辅导 它给你的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 它高中阶段能不能自己独立完成 对吧 独立上课 独立完成作业 独立考试 这些东西 那么对于纽约州的孩子来讲 你要满足这个文凭 你上大学至少要满足 要得到高中毕业的一个文凭 否则人家也不收你 对吧 作为High School Diploma 是最起码的高销入学的条件 那么就是你要去跟学校的老师 如果是你定了这个目标 是拿Department的话 那么就要跟老师一起讨论 它因为这个Regional Departure考试 是有那么几个阶段 对吧 比如英文它不能替代 数学不能替代 那么那些科学课 Science的课 它有指纹课可以互相替换的 比如地理物理化学这些 那么你如果上物理课 化学课比较难过的话 那你可以上地理课 对吧 是这些方面 所以这个是你需要跟你学校的老师 特教老师做下来 大家要评估 哪门课是强项 哪门课是弱项 哪门课可以替代 他每门课考试能考多少分 是不是没有达到要求的 没有达到要求怎么办 对吧 这些东西是可以 那么特别是在数学跟英语 这两门课当中的成绩 可能更重要一点 因为有些社区学院的话 如果你高中没有达到 这个高中毕业的文凭的话 他们也是可以考虑 那么他们的条件 比如说是他们自己开一个数学班 英文班 暑假让你去读 读完以后考试 如果通过他们标准 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至少我知道 我们在纽约的皇后区的皇后学院 那不是皇后学院 皇后社区学院 Quins Barlow Community College 它是有这个条件的 就是如果你英文 书学科英文课 没有达到regional departure的要求 那么它可以给你开补习班 如果补习班还是不行的话 它可能也不收你 或者是推荐你上一些其他的要求低一点的这个课程 对吧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文凭方面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选课 在美国最大特色就是它有AP课 Advanced Placement 所谓的AP课就是把大学当中一些技术课放到高中栏 那么这个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提前看看你能不能有上大学的从知识上跟知力上的水平 对吧 如果你这个高中时候就可以把一些技术课学掉 那么你上大学应该就应该没问题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很多这些大学会认可你在高中时候选的AP课的成绩 那么这样的话 那边课在大学就可以免掉 你就可以省掉几百块上千块钱的学费 对吧 那么所以这个AP课多少 中学越好 那么AP课的这个开设的越多 因为你要开设AP课 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老师能力老师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中学越好 AP课越多 中学越好呢 这个去考AP的选AP的这个学生也多 那么当然跟成绩什么都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你其实是正儿八经代 从知识上能力上来看 你这个孩子能不能上大学的话 还是要看他的AP课怎么样 OK 那么还有一个AP课能不能选跟我们讲的STEM课程 STEM就是包括数学 包括计算机 包括科技 这些方面的课程 因为这些课程是将来对自闭症行业当中 就业可能性最大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如果是你要去读 读大学 但是读专业 历史 哲学 图书馆 之类的东西 你可能将来的就业方向就很少 对吧 再加上你本来自闭症的一些曲线 那么这个就会很影响到你将来 这个比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这是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知道绝大部分大学都是你需要在外地 那么外地的话他就要求你住校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考虑你自己有个独立生活能力的问题 对吧 而且很多情况下你必须要跟人家分享一个房间 那么这是很多 其实很多自闭症孩子短板 他们读书都可能还行 没问题 你该教职业什么都没问题 可是一个人家生活 这个问题就来了 很多问题就来了 对吧 那当然说你可以去学校跟联系说 我能不能 我是孩子是自闭症方面 能不能安排一个单间的学生宿舍 对吧 那么这就要看学校有这个条件 那么这种情况下 当然是你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我个人也听到过很多这些孩子上大学以后 跟室友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的这些问题会产生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要避免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在本地 对吧 在比如在纽约市的话 上大学 那么它可以允许你在家里住宿 包括社区学院 那么更是在自己这个社区里面的 那么这些你就可以避免掉这些上大学的去独立生活的这些很多的麻烦 对吧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是第六条 就是说有没有精神健康的景患 抑郁症或焦虑症 强迫症 情绪障碍 抗挫能力 那么还有我们看到很多那些特别是高功能的阿斯伯格的等我追求完美 就觉得任何事情都要做得非常非常好 如果做不好的话 他就是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 那么这些其实是对自闭症上大学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因为我自己个人我就认识到也不少也不少这个到到美国上大学的自闭症的这个这花一千年 那么有的人呢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适应不了以后呢 产生了精神健康的问题呢 被迫休学或者是被迫停学或者是转到其他其他方面的这个更加稍微轻松一点的学校 这个其实是很多的很多人不大愿意讲 但是我们知道例子就有很多 那么如果说你想想看你孩子有这方面问题的话 你怎么还能敢把他送到外地去读大学 对不对 如果一出事情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照顾你看都看不到 他也他也不一定会跟你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考虑的这个因素 我们知道在在自闭症成人当中的普遍来说抑郁症焦虑症都占到百分之三十四十那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状况 那何况是你处于一个一个人在外头读大学的竞争压力 生活压力各方面 所以这个是特别希望建议就说你有这个打算 你孩子有这个能力 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从这方面多考虑一下 这个孩子在外面能不能进入的这样的竞争的方面的压力 如果有压力的话你怎么办 你能不能够及时的沟通及时的了解及时的资源这些方面 对吧 那么当然了如果是你如果把他放在本地上大学 他晚上可以回来的那至少你可以晚上看到他的精神情况 对吧 这个方面好一点 所以这些东西是对我们来讲有特殊需要的青年的家长特别需要考虑的 对吧 这是他自己上他能力上能上大学 他并不是表示说他的精神健康方面心理上他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 那么一出事情以后再去补救 那很多事情就比较晚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 那么第七个说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如果你纽约的话 纽约市的话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regionaldepartment的话 你可以去参加社区学院的首期班 这是方面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 我们在你如果去网上看一下的话 收一下自闭症适合于开设自闭症课程的 或者是专门为自闭症青年上大学准备的一些美国的大学 也有不少的这个名单 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名队都有 那么尤其是一些地方上的大学都在开设这种班 说专门说为遭受自闭症这个症状的青年去 那么这些东西呢 你要仔细要看一下它到底什么内容 因为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一般来说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为了培养一个自闭症谱系的大学生 而开办的一些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呢 是帮助你怎么样 帮助你及早的适应大学环境当中 帮助你克服一些自闭症带来的一些障碍 然后呢 帮你顺利的完成大学学院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是你要看一下它的目标 它说是以培养这个独立生活能力为主的 就Living Skill或者Independence这些方面为主的 那么这些大学的课程呢 其实就是它不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 而去让你培养一个成人去 有这个独立生活的这个机会呢 培养一些生活能力的 OK 它不是说让你去读书的 而是让你生活在那 那我们在这个举个两个例子 一个呢 是比如说以培养自闭症大学生为目标的项目 对吧 那么在纽约郊区 有一个 私立大学 叫Adelphi University 那么他们早几年开了一个专门培养自闭症大学生的一个项目 叫Brigid to Adelphi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比方说有一些自闭症大学生给他们专门的辅导啊 在什么东西啊 而且呢 特别是有意思呢 是这也是一个可能第一加自然的 因为他们发觉他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 自闭症大学生编以后呢找不到工作 然后他们又去特地聘请了一门工作猎头 就是Handhunt 专门教他们怎么样去找工作 怎么样去弄 所以呢 我对这个学校印象比较深 他们自己 他们就比较有一套完整东西 那但是一个私立大学 所以你就要交学费 而且这个有这个项目的话 一般学费呢 要比一般的学生呢 都要高一点 对吧 你可以去自己查一下 我至少就三万多的这个学费 那么这个Adelphie University那边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自闭症的一个专家叫Steven Shaw 他的太太也是华裔的 所以他是他自己从小是自闭症的补习的 然后他后来得了博士学位 他现在在那儿做助理教授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针对自闭症青年的一些课程什么东西可以去参加的 OK这是在长岛的Garden City 离纽约市不远这么一个学校 所以这种这个节目 这个项目就是你培养自闭症大学生为目标 而且他还帮你就业这方面培训之类的东西 对吧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一个呢 是Rodgas 就是New Jersey的州立大学 New Jersey州立大学呢 专门他们有一个全国也差不多首创的 叫成人自闭症服务中心 Center for Adult Auditism Service OK 那么这个中心是什么呢 他们做很多研究 学术研究方面的东西 对吧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服务项目 就是让一些自闭症的成人住在大学宿舍里面 然后他们又安排了一些读心理学 或者读教育 特殊教育学的一些研究生 跟他们一起住 OK 那么这些研究生呢 通过这个服务呢 他就可以免掉这个 他不用交住宿这个房钱了 对吧 然后那个同时呢 他们住在一起呢 他们又可以教那些自闭症成人 那些生活上能力啊 社交上的活动啊 什么东西 对吧 那么这些自闭症成人在那儿呢 不是去读书的 而是主要是生活的 对吧 说不定还有一些工作 校园工作能力 但主要是生活能力 那么通过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大学呢 一边呢 是针对这个成人自闭症 做一做学术研究 一方面呢 也提供这些服务 然后研究生跟成人自闭症 住在一起 对吧 然后呢 双方都各个各的利益 对吧 那么这个项目 到底是不是 能够对纽约西市之外 州之外的 自闭症成人开放 我还不知道 你可以去问一下 这个目的就是在你要看一下 如果这个学校有自闭症 关于自闭症的项目的话 那么你就要看一下它是培养大学生的 还是培养你自己能力的 OK 所以这个你特别是 不然的话你这个浪费掉了 对吧 钱也白交了 这个根据要看它的终止培养的目的 什么东西 因为有些私立学校当中 也会开办一些 让这个叫post-secondary education 那么我看一下 我们在好像在东部的话 我记得我一直fair看一下 那个学费 一年差不多对五六万 那差不多就是上哈佛的钱了 对吧 就上这个 那么一般来说 对一般来家庭都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这个必要 对吧 你说我们还有一些 在长岛大学 Long Island University 有一个campus 专门也是培养这个生活能力的 以生活能力 让你这个自闭症承认过去 我记得那一年的话 看他们学费要三万多 那么你一年拿三万多出来 光是让孩子到那儿去 学习自己能力 那么很多人也不一定负担得起 对吧 你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弄 对吧 那么讲到美国上大学的给自闭症开办的上大项目 我们将来也可以专门做一个专题 来例举一下美国有哪些学校开展了这些服务 看看他们的服务怎么样 什么样的服务 看看他们的收费多少 看看他们地区什么东西 对吧 这也可以弄个 因为毕竟还是有些人会这么打算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讲这些内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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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